8月7日,一项感输感言,的何杰再次发表了,原因也很简单,一名粉丝竟然对他进行了威胁,直言如果他要是真的和刁蕾在一起,那么这名粉丝就果断脱粉,而对于这种赤裸裸的威胁,何杰并没有如其他明星一样选择置之不理的态度, 而是直接霸气的进行了回对趁空说脱粉的赶紧脱粉,别让我瞧不起你,咱一看何杰的证明回对言论依旧霸气如初,可随后却有细心的媒体发现了其中的部分细节,何杰一本似威胁,如果和刁蕾在一起就脱粉而大动干火,那换句话说,岂不是也正是侧面正视了之前他胡刁蕾的那个传闻, 之前根据何杰前夫贺子明爆料,他对何杰控诉的第一大罪状不正,是何杰在关内插足雕磊和其妻子的感情吗? 但当时在媒体陆续传出何杰和雕磊亲密同框的部分画面后,何杰当时不是态度坚决的全盘否论吗? 但现在怎么被激活一烧,就说出了这种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言论呢?果不其然,何杰的相关举动欲出,立即引来了媒体和部分网友的一片质疑, 前夫贺子明正和杰插足雕磊家庭和杰高调否认出轨想当初,两人因各种纠葛在闹得正凶的时候,双方各自抛出了自己非常委屈的一面, 贺子明当时正式用声称和杰家暴自己,并换内出轨凋垒的言论来发动的舆论攻击战, 而当时的和杰也利用声称贺子明出轨,并陷害自己的言论,在自己的微博甚至演唱会,现场高调的进行了否认,并表达了自己的种种委屈。 可望而没想到,这件始终没有赢家的争论,是因为和杰不经意接回的这句话,却把自己推到了不利的位置, 虽然和杰很快又把相关微博删除了,但由此引发的舆论效应还是得到了持续的发酵,真不知后面和杰对此事会如何回应。